回來第三節的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又變了 大家記得支持五部曲 看廣告 按like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建設性留言 其實主要都是要痛擊那些不建設的留言 敵對留言 敵對留言 這樣就會比較理想 我們 今節主要 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這個蘋果日報 其實都說了很久 叫逆權運動 應該 我想他就特意不選 不合作運動 其實這個名字也不錯 因為吃了逆權大狀 逆權司機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次 我們推這個 反建 反自動當選運動 其實就等於是 打姚庭的 風雲計劃 但是當然不是 完全百分百一樣 或者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記得有一個雷動計劃嗎 當年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他的idea就是 因為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 民主派的支持者 民主派的選票 其實是多過建制派的 但是 但是因為 大家就是因為那個 控制得不好的票 永遠使得你民主派最後獲得的立法會議席 是少過建制派的 只是直選那方面 你不要計算中央人組票 那裡已經落後了 所以呢 就是 當時就想了一個計劃 就是要令到 泛民也懂得所謂叫做配票 令到更加多 民主派的人入到立法會 就是這樣來的 用回同一個概念 戴耀廷就是把 區議會也覺得要搞一個計劃出來 是要令到 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民主派的選票 其實是多過 建制派的 尤其是一比一的情況 但是你去到區議會就更加極端 區議會其實民主派的區議員是 少得很厲害的 支佔20% 連三成都不夠 三成都不夠 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其實 戴耀廷一直 的idea就是提倡 一定要 首先多些人去參選 令到 民主派的選民有得選 因為其實很多 區議會的議席 其實是因為沒有 任何民主派去參選 而令到 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自動當選 所以我們就是推了一個 簡單的運動就是反自動當選 也不是我們獨家的 因為有其他人在搞的 我們只是其中一個 民間的 參與團體 我們說真的 其實不是我們牽頭搞的 我們也是協辦的 之前也說過了 因為有個區議員 是涉而不捨 我們幾乎想幫助他 跟我們講足兩年 週不時 偶爾也發出來了 說要搞這件又搞那件 到了6月份 我們也被他感召了 被他叫醒了 所以那個人叫譚香文 他一直都說 其實他風雲敢說跟我們說了很多次 不要搞了 邏輯再說多次 因為其實 其實如果 民主派 的選民 能夠有機會重奪到區議會的話 區議會這個界別 在這個特首選舉裏面 是佔有117個選位的選票 換句話說 泛民其實是 有400多票的 加上一次 區議會你可以得到一個本數的話 你在香港九龍 以及新界的那個界別可以得到117票 加上區議員 互選的這個功能組別 又可以得到118席 是接近特首選位的10% 你得到10%的選票 基本上也可以左右大局 再加上泛民本身的300多票 當然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你是需要配合一個策略性 的投票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主張的 例如我早前 研究 香港這個亂局 到底應該要怎樣去 處理的時候 我們有提出過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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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葉劉淑儀 葉太是建制派人物 那你是不是只是找一個建制派去組 所以你要聽清楚 你支持他 你是要with條件的 當然啦 要去honor這件事 你要有一個能力 因為首先你拿著400多票 你不是丟到海的嘛 你可以令到一個建制派的人當選 你可以提名一個建制派的人 或者可以指定不要某些人 例如那個是一個開明建制派 例如曾鈺誠 他可以guarantee你一些東西 而他不honor的時候 你是可以去動他嘛 當然你那一屆未必可以動他 但是你往後一定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制肘 例如你在立法會裏面 例如你在區議會裏面 又或者你可以發起一些 公民抗擁運動 和平包圍著他 是有很多其他方法你可以這樣做的 變相令到民主派 跟這些可能比較開明的建制派的人 變成一個組織聯合政府 以及區議會 其實也是有很大功效的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的撥款 或者民間資源的投放 就是現在基本上被建制派把持了 他的蛇跡兵種 基本上全部都是來自政府的 而這班人 是因為他們壟斷了區議會 因為 18個區議會 政府主席都是由建制派壟斷了 大家最近可以看到 他們每逢開會 反對你說的《逃犯條例》 甚麼都不讓你說的 然後就找人趕你那些人出去 因為區議會政府主席都是他們人 基本上他們都是兇的 如果你泛民可以在區議會的 贏到過半數的話 你就可以踢走所有政府主席 將來區議會開會 就可以說你泛民的議題 宣傳你泛民的理念 而且你泛民的政黨 只要有了地區 有了裝腳 你就可以更加去宣傳 多一點 你們的東西 即是你們的民主理念 而且你跟市民說 也不是只派蛇齋餅鐘 大家都約來民主理念 也有朋友跟我說 哇 那你是不是真的變了泛民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是一個 有甚麼問題 首先要搞清楚 首先我們是 支持 用一個和平的方法 繼續去爭取普選的人 是 如果 我不知道你泛民的意思是 你說我是 民主黨 公民黨那些 長期被人救病的那種 還是你是說我是 支持用和平的方法 去爭取普選的人 如果你是後者的話 我就可以告訴你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好過你是 我們付出的代價 會低於你用一個暴力革命的方法去爭取 而且不知道你能否爭取得到 那個犧牲要有多大呢 例如是不是要有抗爭者 被警察打死 或者要弄死幾個警察呢 這件事我希望 我認為 市民或者大部分的普羅百姓 也不會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實是會贊成 你繼續用和平的方法去爭取 Rather than 當然我也同意現在這一刻 其實支持一些更加激進行為的人 的人數 比之前是多了的 確實是 多很多 確實是多了 還有現在 那些人是 慢慢開始有人開始接受他們那一套 因為為什麼呢 79年的佔領 動搖不了政府分號 100萬人出來 你當我們臭死 200萬人出來 你就退一退 然後警察照打人 包圍你兩次警署 初初就退一退 現在又照打 那麼 開始有 比較踢進思想的年輕人 他們會在想 現在已經在討論 我們 那個 行動 暴力要再升級 甚至乎有些人選擇了 結束自己的生命 或者付出自己的生命 是要跟警察同歸於族 我們說真的 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你會說到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條和平的道路 去爭取我們應該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大力支持這個 填白區的運動 我們講解一下我們的運動是怎樣 因為我們 眼見有 幾十個這個 我對於這個什麼叫做 坦白說 我不知道我這個朋友會不會有聽 他有聽過一些很奇怪的節目 我對這句其實是很反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泛民真的被人罵得很厲害 包括我們第一節也討論他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很奇怪的 我們一向都罵開泛民 其實泛民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 他們為甚麼使得香港的 民主政情一直都沒有 我們下集同一位朋友 因為學者也有說 泛民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 將政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將香港市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這是一個大分別 其實我們搞反自動當選運動 我們不是要爭取那個位 我們要拿到那個位 變成我們狼中物 然後變成一個組織 變成我們旗下的人 沒有這件事 我們有炮灰隊 現在我們幫你打一條路出來 其實我們在做的跟你們 當然 價值不一樣 我不是肉體被人打 但其實我跟你們去開一條路是沒有分別的 幫你們去開一條路 我們去開一條路是用我們的肉體 墊上去 你明白嗎 那個情況是等於 把屍體鋪出來的一條路讓你走 因為那些是死事來的嘛 這次的選舉 坦白說 現在外面普遍網絡的那個世界 很樂觀的情緒 他們覺得贏了 他們覺得派人出來就會贏 我完全想不到 為甚麼會有那麼樂觀 因為 以往我們幫很多區議會助選 其實呢 從10年開始 我有出來接觸 差不多接近10年 10年之中 選了兩次 區議會 一個是11年 一次是15年 我們眼見那些參選的那些 真的試過 全程是你拉票的 對手不見 看不到對手 你的勢力很厲害 街坊都說你支持你 每個人都說 來跟你握手 你的對手好像沒有出現過 對手 你對手3000票 你只有1500票 多了你1000多票 多了你2000票也有 你看到投票率極高 你以為民主派贏了 然後那些票原來是別人的 不是你的 他原來有3000票 你只有1500票跑到盡 所以呢 很多時候 你們是完全 猜不到的 還有呢 我是奉勸那些想參加區議會的人 任何一個 組織都是 你當日 這個民主派講 不是這個建制派講 不要那麼在意這個網絡世界 因為呢 網絡世界 是會混淆了你的那個想法的 很多時候呢 你在網絡世界一片歡呼 我們節目十幾二十萬名啦 如果你這樣就麻煩了 所以你這樣算 我特首也做了啦 特首也不行 超區啦 我們可以贏超區 不是的 現實世界 是很殘酷的 為甚麼會有人出來拿141票 原因就是 他基本上 他躺在網絡世界裏面 出來市民 不是那一回事 因為我們呢 其實這次想搞這個運動 不是搞一次 我們希望 找了一班 當然死事也是 是有志在區裏發展 將來 是會繼續為街坊提供服務 因為我們之前搞一些派米 搞一些義工隊 想搞老人探訪呢 其實我們 在今年年初已經搞的 當時就眼見整個政治 整個政治環境是甚麼都做不了 我們只能夠做一些民生事 我亦都很覺得 如果民主派要贏 一定要由地區開始做起 你那個地基來的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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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說那麼多次當然呢 不是選舉不是唯一的 逆權方法來的 不過是其中一個 都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是會推動的 其實整個 不合作運動 逆權運動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事情可以做的 包括那些 罷交稅 其實真的要有很多人一起去做才有 罷交稅你不可以 一兩千人做的 因為那一兩千人被罰到 你們有沒有被罰過 有10萬人做的就不同了 問題就是現在 似乎未做到 不夠膽的 你們被稅谷罰過了嗎 被稅谷罰幾筆東西 你知道怎麼受不了嗎 最後要借錢來還 而且始終香港 真的習慣做這些事情 未去到 可能這個 控制難一點啦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付出成本太高 那些人負擔不起 想支持你也不行 支持你不住啊 你明白嗎 你一定要想一些方法 是大家市民付出的成本不算很高 大家都願意一起付出的 大家現在都知道的 現在都已經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你搞前線的人員 是沒有用的嘛 你應該搞高層嘛 現在其實也變成了共識的啦 沒錯 所以你搞稅局的前線人員 是沒有用的 可能你要 為這個稅務局局長才有用的 他們只是打工而已 那些也是 我們這次搞這個運動 即是叫做反自動當選 填白虛啦 說真的 你說 可能派20個僅僅人員 一個 兩個 這樣就很開心的啦 我們現在也多了一些年輕人跟我們報名 也希望多一些 年輕一點的人 去聯絡我們 其實我們也會 prefer 年輕人去選 因為你起碼帶出比較新的氣象啦 當然你不是說年紀不大不行 不過就是怕選民就沒有那麼容易 投下一票給你 還有現在整個世代 那些人都覺得是一個 接班的問題 你見到民建聯都找了年輕人去接班的 那些老人全部都踢走了 葉國謙呀 其實香港今年搞的這個運動 很大程度上就是 其實是一個保護年輕人的運動 如果你以 成年人的角度來看 所以其實 我們當然想更加支持你們 有些事情要做啦 不要 要去到以性命相搏 還是不會想見到的東西 年輕人出來 都可以服務一下社區的 當然啦 服務的社區就可能不是 短時間的 甚至乎你要有一個 長時間的 一個承諾來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 選到11月24號 選而啪啪啦 我走了去了 輸了嗎 不理啦 這樣就不行的 我是認為 就算不論贏輸 大家都要在這個區域 是要繼續努力的 因為 你這次繼續努力 下次有機會贏回他 當街坊看到你四年 你也不走 當然 這四年來 可能你要金錢 又要人力 物力 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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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自己給錢 自己都要自徒腰包 還有啊 義工也是免費的 他們出來也是免費幫忙 我們就可以有些人出來一起工作 因為現在 聚集了可能有幾百個義工 可能雪球會再滾大一點 再多一些義工的時候 這班人就算選完之後 我們也會定期出來 在每一區 即是我們之前有去選過的區 我們也可能會繼續派義工隊去 做一些社區服務 當然未必是全部會花很多錢 當然少少當然有 因為我們跟很多人聊過 大家也有一個看法 雖然大家都知道 要去反攻區議會 但是很多人也是承認 那些建制派議員 是做得很勤力的 有很多做地區工作 找你們的民主派議員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要去哪裏 有些是立法會議員 尊貴的 找你永遠不見人的 打電話給你又不回覆 邀請你去活動又不知道要去哪裏 你做了太多這些事 建制派議員有時候真的很簡單 人家家真的有東西打去找你 你幫不幫到手 至少你去 看看是甚麼事 人家的心就舒服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改變整個生態 令到多些人在社區工作 下一屆呢 老實說 這一屆我們預計了 輸就差不多應該輸了 如果真的有機會贏 如果真的輸了的話 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其實是預料的 別人 你要想一下 別人在這個區域做了那麼久 當然我們會攻擊他是私為素產 但是 他也在 區域那裏紮了筋 他好像樹一樣 刪在地上的筋 你一個 年輕人 以他的角度 你的死年輕人沒有出齊 你想你搶我的位子嗎 你想剷我的飯碗嗎 人家一定是垂死掙扎的 一定是拼死跟你反撥的 所以那個問題 你是跟他 是一個生死鬥來的 所以這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調意慶審 很容易 絕對要小心 所以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不斷找到那些斑 然後 我們現在有兩個戶口 一個PayPal 其實PayPal方便海外 最主要是海外 因為手續費太貴 原來是5% 拿錢就要付錢 我也不知道 加上10%就被扣了 大家記住 距離我們20人出選的目標 現在PayPal籌了11000元 其實是相距甚極遠的 不過沒關係 我知道的 因為離區選 真的好幾個月 所以還未熱是正常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 因為上次我們籌了3萬多元 我們可以用來做行政 接下來 一區選 只要一個人 就要買大聲工 要做一些值班 要做生 可能一個月要花兩三萬元 這些物資的洗費 其實也是 相當驚人 因為有數量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幾十區參選 只要買大聲工也賣得窮 可能要買10萬元大聲工 只是大聲工已經很糟糕了 當你甚麼都不做 你拿著一張A4紙 也要拿大聲工 所以呢 現在我們PayPal有11000元 也算是 好過沒有 我現在說說PayPal戶口 就是Tuesday Road 2019 Gmail.com 這個手續費比較貴 其實主要都是海外的朋友 就入這個 因為如果匯款過來 手續費更貴 如果本地朋友就入這個 恆生銀行戶口 恆生銀行就是 792 037 251001 這個就是Kowloon is power For democracy 就是 東九龍 民主力量 這個是一個 組織的戶口來的 銀行是可以用來收款的 收款 這個其實也是很難開的 以前很多年前開落的 本地就希望你們在恆生就不用被扣手續費 因為我們都辛苦 接下來我們在8月10日 剛才第一節也說了 8月10日我們會在灣仔 軒尼斯道15號 即是 近著這個軍器廠街那邊 新大廈 新大廈 好像 解放龜那廈 他們應該知道的 溫沙工作大廈 我們就訂了 10日下午3點 至6點 那麼我們 會有 我估計也可能有 200個義工出席 大家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因為整個場可以坐311人 到時就會有記者來的 我們也會向記者講解一下 整個運動 我們的理念 我們想做些甚麼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就這樣選完這個區就算數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對街坊的四年 對這個社區四年的一個承諾 我們想長期推動這個運動 希望大家真的下手下腳去做 因為 其實整個泛民 最令人救病就是地區工作做得差 令到他們的裝腳是不夠的 剛才我們也說了 高佬的裝腳基本上是斷了的民主黨 所以新界東 明年 我想他輸的機會也是高達90% 你想想 沒有了9個區議員 他怎麼選呢 他現在只有6個區議員 包括他自己在內 6個區議員 只有2萬票 那麼你怎麼選呢 最多2萬票甚至不夠 只靠意識形態 靠意識形態 所以也很嚴重 當然 那些 以前的前民主黨 可能那些票給你也不認識 但是他們都會認識形態 所以 我們希望 從地區做好一點 令到以前的人對泛民救病那件事 希望消除他們那種壞印象 一說到地區 泛民也不夠做事的 所以我聽到泛民兩個字也挺負面的 很負面的 我再補充 我的朋友是移了民的 已經在搞緊的 泛民其實是很負面的 以前我們也不喜歡泛民的 問題就是 你們 其實做得差一定要改進 要不然你會令人覺得 說到泛民那個人咬牙切齒 那你又怎麼選呢 不能選的 別人也不給你機會 我們希望 搞好一點 由他們那個地區再做起 市民又出了一些力量 令到他們容易 容易一點做 因為每個人肯做的時候 你就沒理由不做的嘛 他們肯做 只有你那麼勇敢不做 別人就用選票去把你踢走 其實我是直選來的 大家沒得爭論的 那真的是選民的意願來的嘛 雖然有中票 雖然那個區也會劃過 但當你真的填滿了下去 是一個有競爭的狀態 區區有競爭 你是沒得爭論的 你是不做 你就是你懶了 你就是你輸的 老實說 現在泛民是佔20多個percent 我們希望可以先推上去佔到三成的席位 沒有那麼厲害 一局可以翻盤的 是不是 贏了幾個percent 到下一屆再贏多一點 當然最理想的就是 一次就拿回區議會啦 最理想狀態 一次就拿回區議會 連那些選委也都拿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 可能性不大啦 這個跟 立即普選一樣 基本上你要立即普選的機會是一樣的 因為是很難的 區議會說真的人家做了地區事 我反而覺得林鄭下台可能容易爭取一點 我覺得也是 當然啦 現在有人開了一張B資票 說11之前林鄭下台 這件事我們暫時未看到的 不過到時我們再分析一下 問題是說後續 到你爭取到了 甚至乎用暴力抗爭令到林鄭下台 問題是他又給你一個湯家驊 陳志思你 甚至乎用暴力抗爭令到林鄭下台 甚至乎用暴力抗爭令到林鄭下台 那你怎樣呢 給李惠琼你 真的不知道啦 那怎麼辦 李惠琼 張建宗 鄭若驊 李惠琼一上台就說 李惠琼下台 人家一定是屌的 剛剛上台的時候就叫他下台 其實有些市民也會不理解 為什麼剛剛上台就叫他下台 梁振英當年 我們有份叫的 我可以ioOK 事實就是 他應該要下台 每一樣事都是不斷傷害香港的 總共是誤有家屬 這個是超事 不要緊 大家希望 大家真的踴躍去支持這個運動 雖然我知道這些話題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聽的 但是我們希望造成 其實也是要一個教育群眾的工作 你不喜歡聽也是正如不喜歡做地區工作一樣 很坦白說 你不喜歡聽這節 這些標題很悶啊 正正就是這些 法民做的東西 我不喜歡這些東西 很悶啊 甚悶啊 做地區工作 又幫人家血壓 做實事當然是悶啊 我們現在要做啦 我們也是義工來的 我們倆是貼了錢出來做這份義工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